深蹲是一项非常简单可行的激励训练动作 只要徒手就能随时随地进行 健身房多了杠片 成为喜爱运动的男女都会尝试的项目之一 但这类型的运动也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健康伤害 一名31岁爱上健身房的女性 一年前出现贫尿下肤痛症状 刚开始还以为是膀胱炎 经由医室内诊后才发现是骨盆底肌肉筋膜炎 第一次来它其实是一个膀胱发炎 合并有一个外因部发炎的现象 可是在我们一再的治疗 它这个膀胱炎以及外因部发炎之后 它症状仍然持续存在 那因此呢我们去测试 就刚刚提到的理学检查以及内诊 确认它其实有一些疼痛节点 骨盆底肌肉筋膜炎好发于女性 不只是重训 在日常生活当中喜欢翘脚或是久坐久站 都容易让骨盆底部的肌肉 因为发炎而失去弹性 造成腰酸背痛影响日常生活 要如何缓解医师有配方 比较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会建议说 可能考虑就热敷 准备一个电热毯在办公室里面 然后或者说再回家做一个泡澡 但最重要其实还是避免不良的生活习惯 尤其这个翘脚我必须承认 我以前也很爱翘脚 直到有一天我发现我屁股真的超级酸麻 麻到脚改善这个习惯 再配合按摩之后 这个症状很快就缓解了 想要缓解骨盆底过度紧绷的肌肉 趴在垫子上 用求滚动左右两侧的骨骨头外侧 以及前上颈内侧四个部位 放松盆底肌 医师提醒 若反复出现贫尿下腹痛或是便秘等症状 超过一半的几率会引起骨盆底肌肉筋膜炎 建议及早就医 避免筋膜沾黏 增加治疗的困难度 人间卫视的一如里骑台北采访不到